或者是說像這邊 這邊都是夏天的材質 這一框 這個有點像是 鑽 也不是鑽石 像礦石 對 水晶 然後比較原石的那種感覺 但是因為它的顏色 是有點那種薄荷冰淇淋 所以就是也是很夏天清爽 然後這個就是很大理石 都是些清爽 然後比較氣質感 這個就是色塊的拼接 這個也是 這個是大理石的感覺 可是它其實看起來像大理石 但它是壓克力 就是非常非常輕 對 所以其實 就不用重訓耳朵 也可以負擔重量 所以夏天很多 就是看起來清爽 然後看起來冰涼的材質 最後就是小花 小花就是這陣子 好小 很小 這比隱形眼鏡還小 哪有 差不多跟隱形眼鏡差不多 就是因為花朵今年在飾品上 就是很紅的一個小圓素 是真的很夏天 對 就是它的 因為它這個是馬卡龍顏色 所以它的材 它有點像是那種霧面的 塗上去的面料 所以它就是有不同顏色 很繽紛的感覺 小雛橘 對 小雛橘 很厚 老闆娘有做向日葵嗎 向日葵 因為我跟Amanda 比較適合向日葵 比較大是不是 很大 最近是雛橘 雛橘系 向日葵可能要找一下 也許有 然後最後其實看這個 它有點像Love 可是它其實是花朵 兩個拼在一起 它是一朵花 就是也是剛剛 剛剛是一朵花 就是 切一半 對 然後分開兩個 這個也是還滿特別的 主要就是比較平價 然後一般人都可以入手的款式